我们现在正位于米兰的布雷拉画廊 这里可是收藏了中世纪至20世纪初的画作 是收藏意大利绘画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哦 哎你过来看 这幅画是圣女的婚礼 这幅画我知道 以太利文叫做Los Fossaris Zio della Beach des Ravaero的作品哦 关于Los Fossaris的生平你知道些什么呢 他生于1483年在1520年时过世 在1483年3月18日诞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镇 Umbino也就是地图上圈其爱的位置 Los Fossaris在16岁时就接到了第一份正式委托 哇他真是年轻有为 对啊他在1504年前往Firense 绘制圣女的婚礼 在1520年4月17日也就是耶稣受难日高烧促世于罗马 中年37岁葬在万圣庙 哇他这么年轻就去世 留下的作品是不是不多 他生前经营一个非常大的工作室 因此留下非常多画作哦 原来如此啊 他性情平和文雅和其画作风格相同 到18世纪及19世纪 其宁静和谐风格的作品才再度受到重视 对啊可以从他很多圣母指画作看得出来 那我们来深入了解圣女的婚礼吧 圣女的婚礼 Los Fossaris de la Vergine 是1504年完成的作品 它是木板油画 大小是170乘以118公分 现存于布雷拉画廊 这个女生就是女主角 圣母玛丽亚 那你知道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吗 我知道他叫做若瑟 Giuseppe 右边这个人因为求婚失败 所以生气底折断措置 在Jotto的版本里 也有这号人物哦 顺带一提 在Jotto的版本里 只有若瑟的树枝上有开百合花 这代表着只有他能迎娶玛丽亚 没错 在培鲁俊诺的版本里也有哦 我觉得培鲁俊诺的话 和Lafael的话很相似耶 Lafael是不是有参考他的话呢 没错 他们是师生关系 培鲁俊诺是Lafael的老师哦 原来如此 Lafael参考培鲁俊诺两幅画 一幅是圣女的婚礼 是参考其人物形象 另一幅是耶稣向圣保罗交付天堂钥匙 是参考其构图 这幅画运用了透视法的技巧 消失点在门的位置 这个建筑是布拉曼铁风格的多角形圣殿 我看到建筑上有刻一些字耶 上面写了什么呢 上面刻着Lafael的签名 是用拉丁文写的 那我们继续观赏Lafael其他幅画吧 当然没问题 我们走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